拼着白色星条徽章的战斗机 在甲板上蓄势待发 这是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 搭载的F-35C以及FA-18战斗机 整个打击群部署在美国中央司令部 位在中东的作战区域 不久前 夜门胡塞组织才宣布 他们又在鸿海区域集成两艘船 美国派出林肯号跟已经部署在中东的罗斯福号 组成双航母战斗群 要对亲伊朗民兵还有伊朗带来威吓作用 美国人认为这周期谈论会不会走得很好 因此伊朗可能会变化 或是会认为谈论谈论会不会有任何事 林肯号是第一艘部署F-35C舰载战斗机的 美国超级航空母舰 攻击能力也更强 船上还有搭载RIM-7海麻雀飞弹 RIM-116滚体飞弹 方阵进程防御系统等装备 另外二海二级核潜艇乔治亚号 以及美国空军的F-22战斗机中队 也被派到当地驻镇 不过美国大动作配置核舰艇 却也掀起军事专家讨讨论 必要时候到底来不来得及协防以色列 8月初伊朗先放话 要在24到48小时内就攻击以色列 根据推测 林肯浩当时应该在关岛附近海域 还得在没有其他任务状态下 才能如期在8月下旬抵达中东 如果真的开打 林肯浩还来得及帮忙吗 另外伊朗会以什么方式报复以色列 还是一团谜 如果中东所有亲伊朗民兵 要和美国与以色列打持久战 后勤不计以汉消耗的军事成本 不止美国吃不消 也可能让其他需要美国军舰 护卫的地区出现防御真空 此时以色列还在与真主党纠缠 双方打来打去 吓跑大量游客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高级饭店 餐厅高级泳池几乎空无一人 观光业者说他们就快撑不下去 我们的最大财势是汽车 因为违离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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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 更不用说已经无法住人的加萨地区 周四加萨北部一处民宅遭以色列空袭炸毁 有十一人不幸罹难 根据CNN报道 包括美国CIA局长在内 各方重要层级谈判代表 周五才会抵达开罗继续会谈 目前谈判真结 人卡在以色列军队是否该撤出缓冲区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持续炮轰联合国到现在都没谴责哈马斯作为 而美国则呼吁各方支持过渡协议 能尽速达成停货 减少无辜百姓的伤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